來關心 美股走揚之後 台股今天開盤後五分鐘 也在鴻海大力光的帶動之下 指數上漲超過百點 在中午十一點過後 台積電的股價飆上679元的新高 市值也衝破了17.61兆 那麼在尾盤就在大單調節之下 漲幅收斂 中場是上漲347點 收到了16153點 站穩了16000 而成交量是3553億 再度刷下歷史新高